市長那個12月25號卸任之後 好像就要回台大 那現在目前有打算做什麼嗎 因為事情中說他們內部在討論的時候 不知道要安排你什麼樣的位置 甚至說原本想送花給你 但是覺得說還是拿來捐弱勢好的 那他是覺得你也會這樣想 你是怎麼看的 對啊 不要浪費啦 那個真的要送還不如送我原書記 那你又安排想要做什麼事 我在想啊 我在跟那個外科部在聯絡 市長昨天在挨 會申請退休嗎 目前保護嗎 回去就知道了 市長昨天在IG上面PO這個 然後就是說你一整年只有PO兩張貼圖 然後大家覺得太扯了 所以你真的完全不用貼圖嗎 會不會聊天太嚴肅 這兩個一定是暗湊的 那你記得這兩個是傳給誰的嗎 我怎麼會記得 我猜一定是暗湊的 所以市長平常都完全不用貼圖 不用貼圖 像這個去年中輪派出所被黑人闖入的事件 那現在分局長四個人都被監獄給看了 不然就庫分給看了 那就是這樣嘛 看依法行事嘛 看 不過這樣啦 一般來講不會處問兩次 就是說 齁 改一改的我們會改嘛 就這樣 好 下班 下班 好 謝謝我們董事長 謝謝 那我們邀請你們的中式記者可以往前 下班 第一次 陳韛寺 讓我們一起去看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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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上班 下班 現在 上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且今天是自由參加 那天還要排位置 所以還是要謝謝大家 所謂感恩就是感謝大家 因為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什麼組織 真的就是純粹這種自動自發的 所以要謝謝大家 那妳這個寫給我談餐我都忘掉了 這個2016年黃珊珊參選立委 那有洛璇 妳有傳簡訊給我 對 阿伯都沒看書 有啦 我傳一個簡訊給妳說我要退休 然後妳就傳簡訊給我說 妳還很年輕先去放個假 好人做事是為了別人 不是為了自己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我就真的 然後她後面還寫了一句 所以如果我可以休息 我會去花蓮台東看海 她那天害我跑去漁人碼頭看海 但是那一天我就打消了退休的念頭 沒有 這有一句話很重要 好人做事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別人 所以就是說 我們常常做一件事情 不是 就是說 不是為了自己要幹什麼 就是說我們就希望說透過我們的努力 然後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那 黃珊珊就是按照這個信念你知道 那一路走來 我想 其實她當 副市長的時候你知道 我覺得 她算是非常認真的人 其實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對啊 我要強迫她休假她都不可能 因為她白天去仁愛醫院 白天在我們市政府上班你知道 還有視察各地 然後晚上去仁愛醫院 掛點滴打抗真術 然後為了要配合她的時程 那抗真術還使用那個長效型的 打完一次要等很久才可以再打第二次 我是覺得 但是這樣 她還是很 很拼命的去做 但是 這也不是說為了什麼 還有一點 我個人 我如果當市長 要謝謝她的是 她幾乎把我們台北市 你知道 我那時候上任的時候 一大堆的這種 20年沒有 我看有的已經25年了 沒有解決的法律案件 從那個基隆 基隆路的什麼地下道 那個25年沒有解決的法律案件 到朝鋒 大巨蛋 北欄 還有哪一個 很多 小巨蛋 我覺得很奇怪 以前的市政府為什麼都不清理 有的告了20幾年 但是我態度是這樣 因為公務員常常就蓋個帳 然後公務就丟回去 如果你要走法律程序 從那一省二省三省 再更一省不曉得高到什麼時候 我還是很勇 我是覺得 我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不再留子孫 我們這一代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就把它解決 所以 我們就把幾乎 我們這 從50年前 沒有解決的社子島 一路牽過來 當然 這過程當中 因為 黃珊珊是律師 很多問題都牽涉到重大法律問題 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相對我的優點 因為我們是外科醫生 看到每個都選角 把他當作腫瘤切掉 這個不值得鼓勵 只有黃珊珊可以去跟人家協調 去磨合 我就覺得受不了 但是他還是把我們幾乎 台北市這50年來 幾乎這些沉積匣的案件 差不多都解決掉了 剩下 其實像大灣北段 大巨蛋 這就要講到有概念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這是一個文化 但是很顯然 台灣這個社會 還是沒有普遍變成 當然有很多人民是相信這個概念 但是也不是每一個人 但是我們就是按照我們的信念 繼續做 我每次說 要相信一句話 哪一句話 希望台灣因為有我們 可以變得更好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台北市有黃珊珊 可以變得更好 那 據我所知 他第一步應該是先去美國看他兒子 然後回來他就會繼續上班 那個法律師傅時候也重新開 不是重新開幕 本來就已經開幕了 要擴大營業 他還是會繼續關心台灣 繼續 我們這種社會公益事業會繼續努力 所以我們就是給他祝福和加油 繼續努力下去 謝謝 我們會繼續支持柯文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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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支持柯文哲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支持黃珊珊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市長跟珊珊 謝謝市長 謝謝珊珊 謝謝